Hello 大家好 我來介紹一款遊戲叫做 Strandon 2 擱淺的2 這個是我很久以前 玩過的遊戲 然後我當時也是把它改的 亂七八糟 變成一個魔法的擱淺世界 但是現在是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改啦 太久了 太久了已經不知道怎麼改它了 如果有心想改的話 慢慢玩或許還可以改出 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很方便 那這邊 對它的設定檔都在這邊 你可以隨便把它拿出來亂改 如果會做模型的人 也是可以直接 做更多模型給它加進去 然後還有更多東西都是OK的 那麼 今天就先正常的來玩玩看吧 然後這個是全螢幕版本 然後這個是全螢幕版本 這個點這個 之後就是四川化 對 又是全螢幕的啊 這個是四川化 原本還不知道 後來網路上查了一下之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就是四川化 感覺是有點像minecraft的遊戲啊 好的 大家請看 我已經蒐集到了 各種的道具 幾乎是這個遊戲全部的道具 幾乎啦 還有一些小道具是沒有湊到的 這是一個 教學關卡的 第一個島 那我就再來玩一次 怎麼蒐集全部道具 應該是幾乎全部啦 將 好 我們進入教學關卡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劇情 大意就是說 主角發生了船難 然後就擱淺了 噗噗 我們跳過 有興趣的人自己去看唄 那現在我們擱淺了 到個島上 好 直接衝 首先我們右轉 我們去捉著 Kiwi Bird 奇異鳥 這是最簡單拿到羽毛的方法啦 對 因為我們現在要先做一隻弓 做一隻弓之後我們就可以 射箭 就馬上拿到火了 我們現在要用最快的時間拿到火 這樣烤肉才好吃 這遊戲是可以吃生肉啦 然後 應該是沒有負面狀態 左鍵攻擊 右鍵打開對方的包包 就可以拿他身上的東西了 不要打蝴蝶 蝴蝶用網子抓起來可以減少負重 這遊戲是有負重限制的 好 然後我們拿些木材 第二隻奇異鳥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到森林裡面找些蘑菇 蘑菇在初期是滿補的食物喔 後期也是啦 蘑菇一直都很補 比生肉補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撿蘑菇 右鍵直接撿 你看在地上 會長一堆蘑菇出來 每天隨機刷的樣子 這是毒蘑菇不要吃 拿到蘑菇了 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然後草 有些是可以右鍵撿起來 有些大顆的就只能左鍵打 可以拿到葉子 葉子也是很重要的資源 然後像這種小藥草可以直接右鍵撿 好了我們現在找到了無限水源 乾淨的無限水 喝了之後口殼值就會下降 然後我們現在拿些石頭 合成方法就是點擊 點了石頭 再點蘑菇 合成 毒藥 這是毒蘑菇 然後毒藥 點擊石頭再點草 可以做 水 就是你沒水喝的時候 你可以從葉子裡面炸水出來喝 不過我有30個葉子啦 還蠻多的 然後石頭加藥草 可以做補血瓶 還不錯 石頭 加肉別想了吧 沒有用 好那我們現在要先拿木頭 你看右下角有個木頭 就是 我們現在拿著木頭的意思 然後用果准就可以把它滾走了 你就可以拿別的道具 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點木頭 然後按這個 用 一鍵也是可以啦 然後 點下去 它卻自動做了 我們現在做了三根斬水的木頭 好像有點太多了 應該不需要那麼多 那 再來木頭 那我們現在做一些基礎道具 錘子 Hummer 是建築用的基礎道具 拿在手上按右鍵就可以開始建築了 然後我們再做武器 標槍 做一些標槍 OK 然後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你點擊 除了直接拿手上之外 你也可以 按下數字鍵1 這個按數字鍵2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1 2 1 2 快速切換武器 然後也可以開始用滾輪 滾武器了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打倒獅子吧 獅子是 初期來說蠻難對付的敵人 後期玩習慣之後就覺得很弱了 攻擊有點強 但是 血不多啊 兩槍就 就可以解決了 好 我們現在收掛獅子身上的東西 然後再去拿些木頭 打火石 這島上是有打火石的 不過如果拿到火把的時候 打火石應該就不太需要了吧 算了去拿一下打火石 欸 欸 對了 獅子裡還有身上一個道具可以做 爪子加木頭 可以做爪槍 爪槍錯到會進入失血狀態 就是一直扣血狀態 一直扣血狀態 需要拿藤蔓和那個 葉子才能止血 嘿 打火石一顆 不過打火石沒有用 一顆沒有用 你要拿兩顆 那我們先去找第二顆大火石 火器有在這裡 這附近有第二顆大火石 嗯 我們只要找看呢 第二顆大火石在哪裡 找到了在這裡 這個可以馬上生火 對 有兩顆大火石 你就可以瞬間生火 不用慢慢的生火 生火 生火 生火就是 樹皮加樹枝 就可以生火了 你可以在火堆旁邊生火 但是 沒有火堆就不能生火 那我們現在去採棉花 棉花 棉花也是很重要的物資 你要做弓箭就像棉花 所以我們現在來採棉花 嘿 嘿咻 好像跳得比較快啊 踩得有點慢啊 OK 那我們再踩一些木頭 那棉花 那棉花拿在手上 直接拿在手上 按左鍵就可以 做棉線了 棉線 或者一樣按Use也可以做棉線 按 1不行啊 拿在手上做吧 我們需要做12條棉線 如果要做全道具的話 我們要做12條棉線 可以做12條棉線 OK 12條棉線 加..先加彎曲的木頭 我們可以做 釣根 耐工 然後10條棉線 我們可以做 這 這遊戲裡面最OP的道具 網子 網子的傷害是0 現在打這個蝸牛喔 你甚至打不死一隻蝸牛喔 所以這個東西 你在採集的時候 就是無限採集 你可以一天內 無限採集這樣子 無限採集有什麼好處呢 你就可以拿無限的資源 所以網子是最強的道具 然後右鍵可以直接把衝刺抓起來 那我們現在 哇快天黑了欸 羽毛加棉花加樹枝 我們會做火焰箭矢 YES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了 弓 然後對著它射擊 咻 好燒起來了 那這時候我們拿木頭 對著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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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到火焰之後就可以做火把 哇天黑了欸 怎麼辦 太快了 火把 火把火就會烤肉 其實有看到火就會烤肉 我們 試試看 嗯 沒對到 你要對著這個火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樹葉烤肉的方式 剛好現在很餓了 我們把一些樹葉丟在地上 然後拿起火把 對著樹葉敲喔 燒起來了 所以燒起來之後我們拿肉去烤 這就是樹葉烤肉 呵呵呵 好那我們現在順便看一下生肉吧 生肉補多少呢 生肉大概補這樣子 看到沒有超少 熟肉補多少呢 熟肉大概是補這樣子 看大概 應該差兩倍左右吧 那再吃個大塊肉 喔 OK 哇 怎麼會有天黑了 那我們 沒有藤蔓 先拿藤蔓 藤蔓 看這種長藤蔓的樹 就可以拿到藤蔓了 而且還蠻多的 好 那麼 晚上了太快了吧 我們再做下個道具 需要鐵礦 需要鐵礦 看到了 在這裡啦 鐵礦 鐵礦 嗯 藤蔓加樹枝 我們可以做 蛋弓 然後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鐵礦 鐵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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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礦之後加錘子 我們可以做 鐵礦 先做兩個鐵礦 鐵礦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心道具 記得用鐵 用到鐵的時候都一定要加錘子 我們可以做鐵礦和那個 十字鎬 拿十字鎬之後 就很高機率可以敲出鐵錠 我會再敲出一些雜七喇叭的東西 就直接拿鐵錠吧 就直接拿鐵錠吧 我們需要拿大量的鐵錠 我們需要拿大量的鐵錠 那我帶八個就夠了 加木頭 我們可以做 斧頭 鏟子 開散刀 沒有 沒有樹枝了 沒關係 他們多敲一點鐵錠 鐵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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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沒木頭了 是不是還缺幾個道具還沒做 開箱刀 這鐵一定應該夠了 你不可以拿火把去敲那個 敲樹喔 樹會燒起來 好 然後現在看到疲勞度 按ESC 看著疲勞度93了 代表已經快要爆了 爆了疲勞度會怎樣啊 會開始扣血啊 是不是還缺 欸 都做完了 這邊有數量啊 都做完了 所以 基本道具做完了 我們現在做進階道具 我記得喔 我敲 敲鐵條 2 3 4 5 來做十字弓 看我還記不記得十字弓怎麼做 應該是6個這個 然後再敲一次 再敲個鐵針 然後好像棉線 2 3 4 幾個啊 5 5個嗎 好像是5個 然後棉線 加鐵釘 加鐵條 加樹枝 再加槌子 耶 沒錯 然後 要6個 再做一個 OK 1 2 3 4 槌子 OK 砰 好 好 這樣子就是 全道具蒐集 嗯 基礎道具全蒐集 這一點都不基礎啊 大概就這樣子 第一個晚上就可以做到了 第一個晚上做到之後後面就輕鬆了 那個教學關卡 然後已經到第二天了 第二天的一點 第二天的一點 那大概就可以睡了 滴滴滴滴 滴滴滴 頂下去 唉唷 因為你睡在空地所以會扣血 那我們吃點蘑菇 很補的蘑菇 蘑菇真的很補啊 蘑菇超補的 OK 拿起十字弓 我們設定個編號 你看到十字弓 左邊是十字弓 右邊是爪子嗎 那是牙齒吧 對牙齒 左邊是十字弓 右邊是牙齒 你要換發射物的話 就按下右鍵 它就會自動切換成不同的發射物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有十字弓 基本上就是無敵啦 那個 後面有恐龍是比較難對付的 獅子 簡單啊 獅子很慢 鳥 卡在那邊 吃下來 呵呵 達到了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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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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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爆了 好我們又 帶來一隻獅子 那隻鳥 剛才被打下來了 我們可以去撿 獅子這邊蠻多道具和物質的 啊那邊 那邊有竹子 而且竹子 好像只能蓋建築用 一隻鳥 齁 資源豐富 蘑菇 蘑菇 我們也可以拿獅子來烤肉 拿獅子來烤肉 這感覺有點殘忍啊 獅子烤肉 就是你還沒有營火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子烤肉很方便 好 獅子烤肉 咦 附近花燒起來了 果然不可以玩火 哇 森林大火啦 森林大火 這樣打 好險不會蔓延 差點就森林大火了 太恐怖了 所以不可以玩火 這是重要的資訊 好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最簡單的全道具收集 雖然現在已經第二天了 好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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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尊最為那一段 最為那一段 我們都是災害物的 籠子 最後的一段 一段 大家也會賣摑